台湾气象鼠表示 清晰台湾的隔美台风 中心位置已经在25号凌晨4点20分左右 脱离台湾陆地 威力也逐渐减弱为中度台风 但暴风圈依然持续影响全台 南台湾的高雄 彰化等地 好雨成灾 多个地方淹水 民众苦不堪言 而这场风灾至少造成 四人死亡 380人受伤 隔美台风肆虐台湾后逐渐远离 但台湾中南部的雨势 却是不减反增 多个县市大水沉灾 在高雄 放眼望去路面 被黄沉沉的泥水覆盖 路边的汽车几乎被淹没 部分还没遭殃的地区 住户们急着想办法阻止大水入侵 在南投 暴雨造成吸水大涨 蔓延到周边路面 最深处达到半个人高 有人在车内休息 等到警觉已经被大水包围 只能打电话求救 这么高 他就醒来就已经到脚上了 大雨也造成彰化县的浊水溪 进出海口处出现溃蹄 当地政府紧急将周边村落 超过4000多名的村民 紧急速散撤离 现在也紧急地在钓太空包 来在这边做相关的一个防复 那也我还请他们把那个挡球板 虽然高度不高 但是还可以挡一点时间 在嘉义水烟一度打一层楼高 雪多老人来不及逃受困家中 消防队员紧急出动橡皮挺救人 风灾受伤人数不断攀升 并造成两人死亡悲剧 高雄一名富人骑车上班途中 一阵大风将路数催倒 郑重经过的富人 送医急救伤重过势 在华联强烈阵风 催垮大楼屋顶的砖墙 掉落时砸毁路边停靠了一辆轿车 当时车内一家三口 担任驾驶的爸爸逃过一劫 但坐在后座的七岁幼儿 遭重疾后陷入昏迷 妻子则是送医后被宣告死亡 大雨不停 积水不退 交通方面也因此大乱 台湾岛内的飞机航班全部停飞 国际航线有185架次取消 铁路和高铁虽然陆续 恢复营运 但仍有部分路段随时可能移动 台湾测量数呼吻 受到台风外围寒流的影响 台湾的天气仍然非常不稳定 民众仍要保持警戒 预估25号深夜 陆上台风警报才能解除 富豪卫视黄家臣静敏怀台湾报道